您好,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关心台电的消息。 为了缓解北部供电吃紧的现象, 泰幻老旧机组用更有效率、更环保的新技术生产电力, 林口电厂更新扩建计划,一直不断地持续进行中。 中秋节刚过的9月23号,在黄沙漫天飞舞的工地里, 举行了一号机的锅炉主粮上量电力。 台电人员与包商共同祭拜祈福,希望工程顺利,人人平安。 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上量典礼, 这个林口更新工程值得纪念的里程碑。 林口电厂更新扩建计划, 主发电设备同包采购案, 第一部机锅炉主粮上量典礼。 一拜! 再拜! 三拜! 9月23号早上9点, 由北部施工处负责的, 林口电厂新建机组一号机的锅炉, 举行了上量的仪式。 现场除了台电的员工以外, 负责承包工程的包商也都来到现场, 一同见证这个新的, 装置容量高达800万千瓦的工程的重要里程碑。 好,今天主要是这个上量就像是一般我们盖房子一样, 上一个主粮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。 今天的上量的典礼非常具有它特别的意义, 一方面是代表说我们的一个林口建厂的一个milestone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。 另外一个就是说展现我们最新的工法, 那么将来在新建电厂的时候, 它的时间也可以缩短。 上量是从古时候延续到今天的重要祈福仪式。 通书上说,上量有如人之家冠, 借着念诵祝导文上香并且将中量调升到固定位置, 祈求工程顺利,人人平安。 而这次林口一号机锅炉的中量, 更是台湾工程界有史以来顿位最大的, 重量足足高达了2000吨。 今天这个上量,工法又跟以往的不太一样。 以往是一根一根的这个主粮慢慢的掉上去, 目前的工法进步太多了, 总共四根主粮大概就有450吨的重量。 那么再加上在地面上组装, 将一些buckstay,一些head在地面上或者是在低空, 跟它组装起来,整个整体的重量大概有1912吨。 所以这个等于是目前来讲, 一个最重的一个吊升的工法。 由于北部的供电吃紧, 加上林口旧机组已经运转长达40年的时光, 台电规划了林口机组的更新扩建, 装置容量更大, 发电效率更好,也更顾到环保。 新机组的一号机将在105年开始运转, 为北部的电力提供更坚强的后盾。 台电公司张志动省君,新北市报道。 台电影音网,感谢您今天的收看, 我们明天见。